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撒末尔记》上第九章18到24节 昨天我们提到扫罗反悔 他积极的有计划的要杀大卫 那么扫罗的女儿米甲帮助大卫逃跑了 昨天我们也看到诗篇59篇 大卫在危难中 他知道虽然他逃跑 可是上帝会用慈爱迎接他 上帝是他的高台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 从第十九章的十八节开始 我们会看到大卫投靠四个人 今天的进度 十八到二十四节是投靠撒末尔 二十章大卫投靠约纳丹 二十一章一到九节 大卫投靠亚西米勒 二十一章的第十到十五节 大卫投靠菲利士的加特王 我们就看到上帝如何透过这四个人来保护他 当然他会在这整个过程所做的 有一些也是我们来警惕 有一些是我们值得学习 我们也要来细细的看 十八到二十四节 他就很清楚的表明了上帝介入 神的灵介入 神怎么样来保护大卫 十八节大卫逃避 就是接续昨天他逃走 逃到哪呢 大卫就来到拉玛见撒末尔 因为当时候是撒末尔高了大卫 现在他逃离王宫 逃离王宫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可能只是想象他逃一个人 大卫逃离扫罗 他要面对很多的困难 一个是扫罗现在是王 大卫是王的仆人 王的仆人逃离王这件事情 他在本质上会被看为是一种背叛 是一个叛逃 所以大卫会被秉除在 以色列的群体之外 被秉除在以色列群体之外 所代表的他就成为社会的边缘人 他没有任何的人要帮他 因为帮他就是违抗王了嘛 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 他投靠撒末尔可以理解 投靠约拿丹可以理解 亚西米勒可以理解 投靠加特王 加特王他是非利式人 所以大卫在这个逃离王宫 假使扫罗真的要追杀他 他不再成为王的臣仆的时候 他就变成无家可归 他就变成社会 以色列社会的边缘人 所以他成为一种佣兵 就是我们之前我们提过的 哈皮鲁人那种概念 他无家可归嘛 在写统上他虽然是有大人 但是他的身份就变成哈皮鲁人 变成雇佣兵才会到 非利式人的王那里去 那我们先来看 今天18到24节 大卫逃避 来到拉玛见撒末尔 刚刚我们念过 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 述说了一遍 撒末尔啊 你高我 可是现在我基本上 我就变成 以色列群体的边缘人了 他和撒末尔就往拿约去居住 拿约他应当是牧人的小屋 现在撒末尔就是在这里 这个小屋里面训练先知 装备先知 在那里设立先知学校 有人告诉扫罗说 大卫在拉玛的拿约 你看扫罗是王 所以他肯定有管道 有资源可以动用 可以去调查大卫到底到哪 马上有人来举报了 大卫在拉玛的拿约 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 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 都受感说话 就是说预言 撒末尔站在其中监管他们 这个监管是指负责带领的意思 负责人的意思 打发去的人 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 这个是上帝很积极的介入 前面我们说 十篇五十九篇 大卫说他投靠耶和华 投靠神 要神来保护他 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上帝 直接介入保护了大卫 那么我们这样念过去很快 不过我们要想象当时候的状况 大卫慌慌张张的 因为是连夜逃走 被迷甲从窗户里面追下去 开始逃 没命式的跑 因为扫罗打发人是要杀他 没命式的逃 逃逃逃逃 他在边跑边想那我要逃去哪 去找撒末尔 所以就跑 拼命的在晚上夜晚 跑到这个拉玛 那撒末尔怎么对他说呢 如果一个逃犯逃到你面前 你应该怎么办呢 撒末尔竟然说 走我们去参加祷告会 走我们去敬拜神 所以撒末尔是带他去拿约 他训练先知的这个小屋里面住 在当时候 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 也就是这一群先知在那里说预言 在那里敬拜神 在那里送赞神 在那里讲说神的美好 神的灵大大的充满 然后扫罗打发的人来了 扫罗打发的人不是善类 他们是要来抓大卫的 肯定带着一些兵器 肯定是来者不散 他们来看见大家在那里聚会 突然神的灵就感动这些人 他们的心开始改变 他们感受到有一些不一样 结果他们就放下武器 然后开始敬拜神 21节 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 他又打发人去 是谁将这事告诉扫罗 不清楚了 假使是原本去的这群人当中 有人回去告诉扫罗 你想他会怎么讲 王啊我告诉你 我们去到那里 神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 哎呀我们在那里送赞神 可能那个眼泪都还挂在脸上 他在讲述上帝的荣美 上帝的伟大 他在讲述在这个受感受话里面 那个奇妙的经历 文如何扫罗知道了 他听不听 他才不在乎 他又打发人去 你看很具体明显上帝已经介入了 然后扫罗他还很强硬的 违抗神的命令 有这种事 你们意志太不弱了吧 竟然也跟着受感说话 你们是不敢完成使命吗 我再派一群人去 他们也受感说话 哇 怎么又一样 大家第一批人 可能还有一些人还在那里敬拜 第二批人又接着进去 第三次打发人去 他们也受感说话 结果聚会的人越来越多 敬拜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都在那里放下武器 送赞神 可能还跟大卫拥抱 因为大卫在里面 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 到了西姑的大井 这里西姑到底 确确的地点不清楚 问人说 撒末尔和大卫在哪里呢 这个显然很生气 扫罗会为自己去 肯定也带了一些人 但重点是扫罗自己去了 有人说 在拉玛的拿约 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 神的灵感动他 一面走 一面说话 直到拉玛的拿约 还没到会场 还在路上 突然间神的灵就临到扫罗 感动他 这个是他好久好久 已经忘记的感受了 还记得吗 扫罗之前 他也曾经神的灵感动他 现在他又再一次经历这个感动 他还一面走 就是他还要去抓大卫 再往前走 然后呢 神的灵感动 让他开始也是送赞神 二十四节很特别 他就脱了衣服 在撒末尔面前受感说话 一昼一夜 肉体躺卧 因此有句俗语说 扫罗也列在先知中 这是在回答 为什么会有一句俗语 这样流传 扫罗也列在先知中 他是期待否定的回答 扫罗这个样子 他也是先知 这句谚语 这个俗语要表达的是 真的有这个事件 扫罗真的曾经 为了要去抓大卫的路上 神的灵感动他 一直到一个地步 他好像失态了一样 脱了衣服 然后一昼一夜 在地上躺卧 上帝在做什么呢 前面扫罗打发人去 一次两次三次 上帝很清楚地拦阻了 扫罗的工作了吗 扫罗还没看出来吗 扫罗人定义要违抗 神的心意 神在这时候 给扫罗一个极大的恩典跟怜悯 他让扫罗经历到他的同在 很可惜的是扫罗 后来我们看到 他仍然没有悔改 他仍然没有降服下来 他有一个很深刻的 很奇特的与神关系中的经历 恢复和更新 但是他没有 没有全然的降服回来 为什么要让扫罗脱了衣服呢 扫罗穿什么衣服 扫罗穿的是王的衣服 带着权柄象征 各样权柄象征的衣服 上帝这个工作在提醒扫罗 你是王 但是我可以一瞬间 让你像个婴孩一样 在地上打滚的 你的权柄 你的王位 你的权势 尊荣都是我给你的 扫罗你忘记了吗 上帝给扫罗一个恩典跟怜悯 尽管他定义的 要下定决心 要违抗神的命令 神的灵仍然感动他 另外一方面 也给他一个警告跟提醒 扫罗啊 你不要以为穿上这个衣服 你就天下无敌 你不要以为穿上这个衣服 你就可以互作非为 我可以让你一瞬间 像个婴孩一样 在地上打滚的 上帝仿佛在对扫罗说 扫罗啊 别让你的权势 你的成就 败坏你的生命 你原本在我面前 是一个谦卑的人 你的权势 权柄是我给你的 我们回到这一段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 这一段是上帝 直接的介入 保护了大卫 也看到上帝 告诉扫罗 你脱了衣服 你就是一个平凡的人 我们现在可能 正是所谓的成功人士 我们可能像扫罗一样 我们拥有一些光环 拥有一些成就 我们拥有一些 很令人钦佩的头衔 这些头衔 我们名片上的抬头 我们穿着的衣服 所代表着这种 权力权势的象征 我们很可能正在 所谓的成功人士的位置上 我们可能手下 有很多的员工 有很多的部署 我们可能是人事主管 我们有权柄 掌管这些员工的去留 但千万要知道 我们在本质上 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卸下这些光环 卸下这些头衔 脱了衣服 这些权力的象征 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 扫罗就是一个 找不到驴子的人 不是吗 求神赐给我们 永远谦卑的心 永远认得自己的本相 我想有一个操练 是很值得我们学习 也就是 我们有祷告的习惯 我们每天祷告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一点疑似 也就是 我们学习跪下来祷告 你说 一样 就是跪下来 上帝更垂听 不是要设一个律法 跪下来是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是谁 提醒我们 是那么卑微 真正该敬拜的是上帝 真正该受尊荣的是上帝 我们很容易 因着我们的成功 我们的生命被败坏 就是我说的 不要让我们的成就 我们的成功 败坏了我们的生命 这些成就成功 是神所赐的 它是美好的 可是我们的心 是骄傲的 是软弱的 人的称赞肯定 很可能使我们败坏 很可能使我们忘记 我们是谁 如果我们每天 可以跪在上帝面前 就是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是谁 求神帮助我们 一起学习 谦卑的功课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看到你 对扫罗的恩典和怜悯 你在扫罗定义 要违抗你的时候 你的灵大大的感动他 使他再一次经历 与你同在的美好 然而主很可惜 我们看到 虽然有一个 这样奇特的经历 他的心 最终没有降服 主你 施恩怜悯 主我们看见你 给扫罗一个恩典 你给他一个提醒 让他明白 脱了衣服 只是一个平凡的人 主求你帮助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也会 被这些成就 世人的肯定 光环 我们 充分了我们的心 我们的眼 我们以为自己很厉害 我们以为自己 当受这些尊荣 求主你帮助我们 常常跪在你的面前 呼呼敬拜你 你是唯一当受尊荣的神 赐给我们永远谦卑的心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